这次活动是由一位意大利的购物营员 他本身也是经营网路服务业 很久的一位朋友Stefano 我们之前都是在E-mail跟Skype上面联络 他对于我们正在推动的很多跟数位相关的政策 跟他的理念也是很像的 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些E-mail上的往来 所以这次搞好因为在范迪岗举行 他离他平静 所以他就请出办公委邀请我们 这位议员你是在什么讲座 参加其他议员有个说 有没有我们认为E-mail的认识的认识吗 不是 我其实跟他这是第一次见面 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在欧洲商会演讲 那有碰到他的一位朋友 那那位朋友就是跟他介绍我们是E-mail上认识 那后来他有一位媒体的朋友 一位巴巴罗有来台湾做一起关于我的专题 那所以他部分意大利的朋友 肯定都是透过这一个电视商专专的来源是我们的工作 但是我是有去对台湾的东西的照片 就是东西的照片 其实这个是我平常就是所谓的这一张嘛 这一张它是我本来演说的就会用的部分 就是它是我的简报的一部分 那这个部分主要在讲的其实就是在台湾 我们的民主已经从价值之间的对决 已经演化到是多元价值之间的对话 那这个是总统在就是演说的声为特别强调的一部分 这次的会议上然后就投入台湾的帮助 我想我们大使说的很好就是说任何的实质的对话 任何实质的一起做的活动都是对方交由帮助 我想就是这样的 那我一进去就发现范蒂光在那边办他们第一届的范蒂可松 那我们使馆的朋友也是之前他们有探听一些情况 然后就发现说不但有台湾的参与者 主办人里面也有台湾人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就去跟这个黑客松的朋友们 包含就是范蒂岗关于移民以及难民的一些关于 或者是劣质斯论跟女的王子啊或者是田医友都进行的制造 也可以说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是 终续发展这样子的题目 那这样子的题目本身它就比较不是一种竞争的 本来就是从球一起来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样子的题目上面来打压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你会的关系就是你们的关系大概分析 大家都觉得说因为他们之前大概都只听过瑞士 那但是台湾这边也对就是民主的参与有各种良心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原来这个在亚洲也有这样子的意诺 在对民主制度本身进行讨论而且进行演化的地方 所以是觉得说并不是全世界都在民主退传的 那你暂时跟外交怎么会在理想的态度呢 我想我们一直都跟各国只要是采取开放的态度 来进行数位政府的工作的朋友们 所谓开放态度的意思就是我们用的标准 或者是我们用的一些生殖程式嘛 它都是公开给所有人可以看到可以共享的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这场事务层级有相当多的具体的工作 因为这次的讨论确实它对于人工智慧的 这个发展有两个主要的忧虑吧 一个就是说它会让权力更为集中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会让科技的演化更加没有办法解释 就是好比像说我们在看到一辆无人车一个自驾车的时候 控制它的可能是大家担心是少数的一两家公司 或者是说它如果发生跟人类纠纷的时候 它不像一般的司机一样能够坐下来好好跟你猜 那这两个可能是大家主要的忧虑 谢谢好人 谢谢